宋爷爷还是哭了 趴在车上最后一次和福宝贴贴 同样的动作姿势看得人心都碎了 今天是福宝离开爱宝乐园的日子 虽然下着小雨 但还是有很多粉丝来送他 每个人脸上都是满满的不舍和难过 照顾过福宝的饲养员们也集体过来送你 宋爷爷隔着集装箱轻轻抚摸宝贝孙女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亲近福宝 宋爷爷努力控制情绪不想哭出来 但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再也绷不住 趴在车厢上默默流泪并轻开车厢 仿佛在跟孙女做最后的告别 而同样悲痛交加的还有江爷爷 昨日他的母亲突遭变故离开人时 天天当晚又是福宝在韩国的最后一晚 在短短两天内经历了生离死别 不知此刻江爷爷的内心该有多难过 但他仍坚持送福宝回国帮大孙女适应环境 希望福宝的陪伴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和力量 而福宝如果知道自己的离开 会让爷爷们如此难过 他一定不会进笼子 即使爷爷会不高兴也要任性一次 在这里福宝和爷爷们留下了无数回忆 也体会到了熊生本该有快乐和幸福 小时候的福宝最喜欢缠着江爷爷 看着对方在打扫卫生他也想帮忙 虽然总是帮到忙 但爷爷不仅不会生气 还会停下手中的活陪福公主玩耍 因为海外出生的熊猫三岁就要回国 江爷爷希望福宝回国后能过得更好一些 于是费尽心思帮孙女铺好所有的道路 可以说福宝的粉丝多到遍布全球 虽然宋爷爷有事比福公主还幼稚 总喜欢用奇奇怪怪的角度给他拍照 福公主的大部分黑照都是出自老宋之手 但不可否认他是真心把福宝当亲孙女藤爱 宋爷爷总是变着花样给福宝做玩具 竹子吉他木马还有精致小巧的飞机 就连枫叶玉的叶子都是爷爷一片片洗的 每次福宝和宋爷爷闹脾气时 老宋总会主动道歉并奉上竹子 福公主虽然傲娇不肯接受 但其实内心早就原谅了对方 都说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福宝一眨眼就到了要回国的名字 爷爷们开始努力在有限的时间里 给福宝送去更多的爱 将爷爷提前一个月拨洒油菜花种子 只为让福宝临走前再看一次油菜花田 让象征幸福的花香伴随他整个熊生 而宋爷爷则加班加点为福宝做玩具 恨不能将他往后所有玩具都提前做出来 甚至每个上面都刻上了福宝的名字 不敢想象宋爷爷制作的时候有多难 尽管自从福宝刚出生那天开始 爷爷们就做好了离别的准备 福宝真正坐上车要离开的时候 没有人能承受这份巨大的悲痛 只希望福宝带着爷爷们的爱勇敢前行 熊生每一天都喜乐安康幸福快乐 福宝大熊猫的智商有多高 这天馆长给可爱兄妹丢了笋笋 眼见的爱爱一下子就看见了 随后下树半空跳滑梯一气呵成 生怕晚一秒笋子就不翼而飞了 然而可可看到妹妹吃毒时候 立马像块狗皮膏药式的黏着爱爱 大有不拿到手是不罢休的气势 爱爱被他扒拉的摔了一根头又急又急 但还是好心的叼着笋笋带哥哥去成另一根 结果于可愣是没看见还给了妹妹一逼的 气得爱爱当场暴走 做差把笋子塞他嘴里了 在这儿在这儿征服了你的老用 只能说有这样一位傻憨憨的哥哥 我们小爱同学也是很心累啊 而同样智商超群的还有男明星蒙兰 这天慢慢打包装有窝头的红球 准备来到离游客近的地方慢慢享用 结果走到半路窝头不小心掉了出来 毫不知情的蒙兰坐下摆弄几圈后 才发现里面的窝头不翼而飞 他赶紧埋头寻找还去搜查了其他玩具 内心OS这么难吃的窝头藏得还怪深 然后小熊精按照打包的路线继续找 但还是和地上的窝头失之交臂 蒙兰气呼呼地转身回家去找买吧算账 出来后就直奔窝头掉落的地方 很难不怀疑慢慢回家查了个监控 难怪能被官方认证为智商超群 蒙兰这分析事情的能力简直绝了 都知道熊猫需要经常锻炼后制力量 以便未来找媳妇的时候造娃顺利 这天奶妈把笋笋放在篮子里挂了起来 供供踩着木马踮起脚也还差一点距离 小熊精没有放弃而是开始琢磨别的方法 在看到一旁的小红床后他灵光一闲 将床摆在吊篮下自己小心翼翼地踩上去 为了防止摔屁股蹲还用手扶着木马把手 随后轻轻松松就得到了吊篮里面的损 如此聪明机智的小熊精 难怪能俘获众多疑疑的芳心 此外熊猫妈妈为了一碗盆盆奶 竟然还掌握了新技能卖餐 七人七果母子俩没事就扒拉着铁浪肝 满脸愁容的求饲养员可怜可怜吧 走路都不稳的小七果也在努力配合老妈 这谁看了不想给他俩盆盆奶喝 如果没有宰宰打配合也不要紧 秦岭压压无师自通学会了用盆搓浪肝 给人一种大不了鱼死网破的心态 此外滚滚们还已经掌握了人类语言 镇生和舅舅云儿一同来到盐城打工后 云儿是来打工的镇生是来当大爷 不想上班了就直接掰开铁门回内社 并且镇生还不许奶妈责为他 一说他他就摸摸摸地反过 女熊声音向杠铃的也只有镇生了吧 网友们还知道熊猫们的哪些曾经营场面呢 前这对过于亲密的热恋小姐 就是虫动过气体流氓猩猩猩猩猩猩 身为熊猫圈赫赫有名的哥宝所 猩猩猩猩最喜欢和猩猩哥哥黏在一起 甚至就连吃个饭都要挤到对方怀疑 这要是哪天分开了他不得哭上三天三夜 别的小熊都是做妈妈巴士 猩猩猩则是做哥哥巴士 要知道陈陈珠比猩猩还要胖好几斤 当他全身都趴在哥哥背上时 大脸肿猩猩直接被压成了螺圈 不过猩猩却很宠喽 不能自领地 陈陈珠来犯了不小动态时 猩猩就会去打包竹子回来和弟弟分享 当兄弟俩坐在阳光下吃胡萝卜时 好脾气的猩猩不仅任由弟弟躺在自己底子 就算嘴里的胡萝卜被抢走半截也不会生气 这要是换成双总 陈陈早就挨八百变奏了 并且当陈陈珠爬门越狱的时候 猩猩害怕掉下来会用脑袋顶住他 对弟弟的宠爱都快要一出屏幕 不过有时候猩猩也受不了这个凝熊惊 恨不能在腿上安个马达四处逃窜 可陈陈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也甩的了 猩猩气得直接上手揍臭弟弟 可怎么看都怎么像是打琴那俏 一顿输出猛如虎一看伤害0.5 还没隔壁可爱兄妹扣眼珠子的伤害高 不过当猩猩和表弟七宝纠缠缠到一块了 陈陈珠看见了赶紧过来支援哥哥 两兄弟合伙差点把自家老表做苦 不得不说猩猩沉沉的的话 像极了青花青鹿姐妹 要不是这两对双胞胎有血缘关系 单凭长相网友们也能点个原因 作为虫洞养猪场的炫进 星辰兄弟不到一岁就已经一百年了 尤其是陈陈一整个就是敦式的小猪 脖子甚至比绯闻女友花花的还要老 不过和怕水的女明星不同 莽陈陈从小就酷爱洗澡 还凭借一张扶水管洗澡的照片吼遍全网 被猫粉们亲切称呼为玉皇大女 而兄弟俩同步跟着外公跑的发明 不知萌画了多少一个少女星 这内巴的小步伐简直不要太可爱 此外兄弟俩还会和起火来飞妈妈 每次盲仔想安安静静睡个美容教室 星星辰辰肯定会不谋而合的过来 并且整只熊都几乎黏在了妈妈身上 好不容易盲仔能躲在笼子里清静 可兄弟俩也要扒在门口叫妈妈 直接把盲仔烦的躲到一边去 如今看来兄弟俩是互为丰容 这要是哪天分开了 星星辰辰不得哭上三天三夜 一点国宝大熊猫的迷惑行为 幼年圆合班后北辰突然犯了奶饮 于是他趴在同班女同学家心怀里多奶 小姑娘被咬得呲牙咧嘴不停翻白饮 心想早知道就挂在树上不下了 事后饲养员只能安排北辰暂时独居 等戒掉奶饮后再安排他和小伙伴团聚 想必这个黑历史将会伴随北辰终身 而镇生除了名字向男熊声音向暗一暗 他的各种迷惑行为令猫哄的叹为观止 别的小熊晒毛巾凉气镇生晒熊帝 该说不说的确比鱼儿舅舅的并斑 别的小熊玩滑梯都是坐好后滑下的 而镇生偏要倒退着从滑梯上走下 就连熊猫圈常见的王八壳玩具 也被镇生玩出了新花样 感觉他已经把王八壳当摇篮用了 此外镇生的舅舅鱼儿同样是个奇葩 大半夜不睡觉在黑暗中鬼鬼祟祟装旺 把职业般的饲养园下的直呼救命 只能说不怕闲眼包太奇葩就怕全聚在一家 细经情运除了会装全麦惨翻白眼 就连吃苹果都要表演个一口吞 真怕他一不小心拿不出来了 大熊猫乐乐不仅长相是灵眼福宝结合体 就连性格也和俩显眼包向了个事成词 一言不合就和美眠达上眼你拍一我拍一 就是玩到最后兄弟俩的熊脸都有些痛 身为年熊精乐乐无时无刻不再粘住打 对方走独木桥他在后面拽着人 达哥拉屎的时候也要帮忙检查健康状况 甚至还用手帮对方擦擦屁股 而被愤怒直拉满的达哥咬住后搏狗 乐乐却笑得一脸见兮兮的模样好像很享受 不得不说这个表情真的好欠揍 都知道金虎一把年纪了还没找到心 起初他还很不在乎的45度角仰望天空 仿佛在说总有一天真命天女会出现 然而一年接着一年的了无音讯 原本帅气的金城虎直接暴改拉他单身汗 用手扣完屁屁后还要闻一闻铁一天 之后更是练就了独门绝技倒立撒尿 虽然没有尿到脚上但蹦到手和脸上 除了卖萌撒娇滚滚的还研究出了新技能 只见熊猫宝宝端坐宝座另一只给他吞 还不忘加油打进快快下一圈就到哪 软萌可爱的模样直接萌化姨们的少女心 而巴里台二姑奶奶喜乐也解锁了拉墨镜 只见年底座放喜乐卖力拉着膜 一圈又一圈根本不带点 这下是感觉比生产队的驴都能干 难怪二姑奶奶平时这么硬气 原来是早就实现了自己自主 网友们还知道那些国宝迷惑行为呢